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不相信什么命运不命运的 可是偏偏他的好朋友 很好意跟他讲 他说啊 我会算命 我不要钱 我给你算一个 那他就听了 他说你啊 会赚到四十个亿 然后一无所有 他心里想 我能够赚到四十个亿 这已经出乎我意料之外 那至于后来能不能保留 是不是会一无所有 哪个就不必计较了 我想很多人听话老听一单 就说对我有利的我就听了 对我没有利的我就忘了 其实这小故事 后来有没有证实 我们把它讲完 各位就知道 他真的赚了四十个亿 然后真的三年之内就破产 一失负他就来找我 他说就这样 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你如果还没破产 你先找我就有办法 你破了产 你找我有什么办法 那怎么办 那我是劝各位 你越早读益经 你受用的时间越长 去看一本书 叫做益经真的很容易 那本书就是 你再看不懂益经 你都进得了益经 你都进去给了益经 我本来没破产 你都进去给了益经 你都进去给了益经